台中外衣間又有獸行人脫逃 是今年的第二起 江信獸行人頭戴鴨神帽 身穿潛色短袖上衣 短褲深色球鞋 从前期的车离开后 没有入肩翻墙 逃进停车场后逃逸 他4月3号回云林斗六探亲 原定6号下午1点就要反肩报道 却迟迟不见踪影 从台南监狱 今年1月移入的 他是强盗案判6年 刑棋大约还4年多 他在我们本间表现都正常 预防紧急通报警方协询 也公布正面照 26岁江信数行人 平头细眉单眼皮 下巴为迁寝 身高大约175公分 提醒民众多加留意 6号的12时左右 是搭乘他们家属的车辆 到达监狱的门口 他下车以后 没有进到监狱收驾 那自行从监狱旁边的草丛 离开逃逸 其比在逃中的江建立 前科累累 2018年间分别触犯 帮助犯诈欺取材罪 业务情斩罪 2021年甚至为了偷一支 H型钢架 而一开货车碾压业主 造成他焚碎性骨折 依准强盗罪被判刑6年 欺民连假3天 获准返假探亲 一度在收假时逃逾 警方北上追捕下午5点多 在半桥火车站 发现他的踪印顺利逮人 记者联名李云杰台中报道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窩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哦 收好 如果现在已经贴在一个 是 М